今天是6月14日 1938年的今天 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 由宋庆龄担任主席 1937年7月7日 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 全国性抗战开始 为抵御外物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 各海外华侨组织 及国际友好人士 也纷纷以捐款捐物的形式 支援中国抗战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便是其中的重要桥梁 1937年底上海沦陷 宋庆龄迁居香港 同周恩来商议后 决定把香港变成一条同外界联系的渠道 1938年3月16日 宋庆龄与何湘宁联明发表 制海外同胞书 号召海外侨胞 继续给予祖国抗战军队 以鼓励援助 6月14日 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 由宋子文出任会长 宋庆龄担任主席 这是一个具有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性质的救济组织 主要任务是 真实地宣传中国抗战 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 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 特别是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先锋力量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以及解放区人民 此举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援 从世界各地募集了拯救中国抗战将士和平民生命的药品 甚至有当时世界上刚刚生产出来的最有效的抗生素 吸引和团结了无数国际友人 海外侨胞 投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该组织还以极大热情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 特别是华北的国际和平医院 西北和湾南的工业合作运动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陕北保育院的发展情况 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影响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 保盟宣布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牵制上海 完成了从抗日救亡组织到社会救济福利机构的转变 在此期间 廖承治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办事处 于1938年1月正式成立 争取到当地许多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的赠款和物资 并在香港购置大批军械和医药等军需物资 通过广州武汉办事处转送到前方部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